今天是木发求生的第127天 我们救下的人他叫程咬银 醒来之后就在木发上各种捣乱 我推测应该是在精神上受到了什么刺激 但是同为地球上的幸存者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更何况他还是从神秘基地方向飘来的 或许对我们的复仇计划有很大的帮助 咦呀大炮今天起床够早的呀 木发按照这种行进速度 应该过不了多长时间 就能抵达南部的神秘基地 加把劲给大炮做点饭 补充一下体力 大炮那家伙最喜欢吃的是绵鱼 多来几条 大炮 海面上都顺利吧 来 吃点东西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绵鱼套餐 咦 辉哥 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做好饭了 这几天一直向神秘基地前进 哪还有心情一直睡啊 给 大炮 先吃了吧 辉哥 你这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 对了 那个程咬银还在笼子里 我去给他送点吃的吧 啊 辉哥 这一盘鲶鱼够那家伙吃吗 我猜测应该不够 但是咱们现在食物短缺 能勉强填毛肚子就行 他还在睡觉 直接放进去吧 这家伙日子过得倒挺美 吃了睡 睡了吃的 还不敢把他放出来 疯疯癫癫 四处搞破坏 真拿他没办法 哎 大炮 忍忍吧 希望他的精神病能够尽快恢复 到时候肯定是咱们的得类助手 行吧 辉哥 那就都听你的 对了 辉哥 你经常在外面探险 见的世面也多 知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能够治疗他这种精神疾病 嗯 我想想啊 大炮 你们两个杂碎 竟然把撒家锁在了小黑屋里 公然以我为敌 嗯 他身上竟然还有斧头 把牢笼给拆了 被关押了一夜 这次出来岂不是更疯狂 辉哥 你就是让他吃得太饱了 这不 有了力气就拆了笼子 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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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 把撒家的话当耳旁风 看我不拆了你的破船 住手 那是我的训练场地 可不能拆呀 逼我呢 看神钩 哎 啊 性感暗算撒家 好疼 看招 你这小子太过分了 啊 你们 程晓银 听我说 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恢复意识 总是做一些出格的事 我和大炮才知道了牢笼 既然闹成现在这幅局面 那 咱就好聚好散吧 你们是谁 你怎么又在装傻 天天没剧正典话 这是哪儿 怎么受伤了 辉哥 这小子在装失忆 我也没闹明白 问问他 哎 程晓银 你在大海上昏迷时 是我俩救了你 啊 你们两个救的我 感谢二位出手相救 方便问一下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吗 我们正准备去贝斯岛 贝斯岛 那里发生动乱 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呀 正因如此 我们才会过去 啊 你们是基地的人 看斧头 你别误会 我们确实是在找一处神秘基地 听说贝斯岛发生动乱 这才前去调查 你们调查的地方干什么 我的朋友被神秘基地的人害死 找到他就是为了报仇 眼下我们还不清楚 贝斯岛是不是神秘基地 这些一观禽兽 肯定又是为了利益杀人犯火 嗯 你知道这个神秘基地 说来话长 贝斯岛是神秘基地附近的一个岛屿 资源丰富 很多幸存者都在那里生存 当时的生活算不上荣华富贵 但也算是一座世外桃源 直到某天一个恶霸的出现 占领了所有的资源 谁不听从他的指挥 就会受到惩罚 甚至被杀掉 恶霸的势力越来越大 最终在贝斯岛附近 建立起了神秘基地 正式成为那片海域的地头蛇 啊 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 基地首领看我是习武之人 想招揽我 帮他做坏事 我没同意 他竟然抓了我的妻子 要挟我 我假装同意 背地里想办法救我妻子出去 然后离开那个鬼地方 没想到他一直都在监视 那天晚上我去营救 他竟当场杀死了我的妻子 本来想和他鱼死网破 无奈双全难敌死守 基地的行为竟然如此歹毒 程晓妍 你也别难过 咱们联合起来 灭掉基地 为家人报仇 好 灭掉基地 替偏行道 为妻子报仇 报仇 大意 无奈程耀淫事业 你们胆敢欺诱于我 必定战草出根 嗨 辉哥 他这是怎么了 根据他刚才的对话 我认为 他是真的受了刺激 妻子当面被杀 自己却无可奈何 那他刚才不是挺正常的吗 也许是间歇性法错 先不管这个了 把他控制住再说 不然木筏要被拆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